有人问我在广府地区 通常叫做一什么人 把你知道的答案打上来 还需要问阿贵 一个人咯 我们说一只人 是不是? 一绿人 一兜一条 一件一枝 什么不行? 又不是人 一兜一条有 一件弹散 一枝公 还有一丁油 又行 你说是不是? 一只人这只人 那只弟弟 这只字作量词使用的时候 除了形容动物 有时候也都会用来形容人 一只人这个说法是客家地区 湛江 茂名 深圳 中山 东莞 以及广西 平南 都会经常用到这只字来形容人 其实不单止粤语有这些这么盏规的说法 其他地方的方言都有 例如湖南有说一条人 云南有说一党人 一驼人 一根人 如果还有其他的话 你补偿 今期要和大家说的就是 一些常用的粤语量词 平时我们说的 以古威道 用粤语 就可以说一阵锤 或者一浸锤 这三个字 我相信很多人 只是写对那一字 包括我也是 多得老师的提醒 原来本字就是一阵锤 这个阵字可以作为量词使用 譬如说一阵风 一阵雨 这个阵字还是会议字 是指对形 队伍的意思 所以香港人经常说的 一阵人 其实本字就是一阵人 即是指一队人 一队队人去买东西 即是很多人去买东西 意思 一阵风 其实本字就是一阵风的疑音 哇 好大阵风 这个随字 即是随刺的意思 是指跟随在后面 这个意思 比如说老广经常说那句 嗯 那些东西隔夜 一阵菜刺 有菜刺 这里的随刺 是指跟随在后面的东西 不是主要的东西 这里的刺 是指次要的意思 其实就是指一个物件 发出来那种異味 不是它本身的味道 不是它主要的味道 是次要的味道 那一阵随 或者一阵随刺的意思 即是指跟随在后面的味道 就连走过经过都会闻到的味道 就为之一阵随了 哇 哪个吃臭豆腐啊 一阵随飘过来的 以面墙 以堵墙 用粤墙 用粤语就会说一幅墙 一蹦墙 如果这面墙 用粤语就会叫做 那一蹦墙 那一蹦墙的蹦字 就是用提土旁的蹦 那这个蹦字本意是表示 陈土飞扬起身遮蔽和草 那陈土飞扬的高度 和和草的高度要相同 那所以这个蹦字 和这幅墙就很有关系了 那如果一蹦墙不够高了 有怎么可以遮蔽到和草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蹦字 是可以作为口语量词来使用 例如说一蹦灰 即是指一片灰 起蹦头是指一片巨大的灰尘 那一蹦墙是指 这一蹦墙 以练墙 是可以用来遮蔽和草高度的墙 平时生活上可以这样做 哇哇哇哇哇 这个大脑子 推倒了墙墙 也有的 第三个我敢说 绝大部分的朋友仔 每一天都会说的 就是拋尿 那这个拋字又怎么写呢 就是月字旁这个拋 那这个拋字的本意是指 膀胱的意思 那也都可以作口语量词来使用 那譬如说一拋尿一拋黄白之物 那有句俗语叫做尿拋 那其实就是指膀胱的意思 平时生活上可以这样做句 哇不是吧 你过拋尿引到回家先啊 那当然了 也都有人讲一督尿一督鸭 那这个督字又要讲下了 习惯写成监督的督 那这个督字是指拆看监管的意思 例如说监督 那也都有人写足字头的督 那这个督字是指忠诚的意思 例如说督信 那其实本字是用三点水的督 一督尿 那这个督字有两个意思 那第一个可以用作地名 例如说河北有个地方叫做督州 那第二个是解作水滴的意思 那在说文里面有解释到流下滴也 那所以一督尿一督米田共 和一督潭很形象生动 有水分 那这个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督银子 那也都有些地方说一塌银子 那这个字其实就是用水字旁加的日 那这个字逐量词使用的时候 多塞子跌放在一起的纸张 或者是很薄的东西 那一督银子的意思 就是很多张跌放在一起的意思 那所以就有了搭水这个说法 那这个搭字即是跌放在一起的意思 水即是新水的水 嘩 它是用来引申为一小段的意思 那一缺的意思 即是指整体截断之后的一小段 那水瓜打狗不渐減一缺 这个说话又为什么呢 那很多人以为水瓜和丝瓜是一样的东西 其实是不同的 无论表面也好 口感也好 都是不同 那水瓜是可以曬干 用来煲水喝也可以 起到清热的效果 曬干之后 亦都可以用来洗锅 零射干净的 那丝瓜通常用来滚汤或者炒来食用 那水瓜打狗不渐減一缺 这句说话 那通常是形容人做生意之后 虚了本 虚了一半 或者损失惨重 就可以用到这句说话了 好了 今期跟大家说了六个粤语量词 到最后又轮到你发挥 一什么肉 一什么泥 一什么饭 知道答案的话 底下留言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